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阮实力MIT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 今天的Coco早餐节目 非常非常的文创 非常非常的创新创意 也非常具有实践力 这两位女性代表了台湾之光 今天在现在为各位所介绍的是 Blue Rider的创办人 王薇薇小姐 薇薇早 寇姐早安 我的天啊 你们的Blue Rider才成立了 今年大概才 大概完整快四年 对不对 结果你另外一个品牌又出现了吗 恭喜恭喜 谢谢 这个品牌大概已经 刚好满一年 对 然后它是一个 基本上也是以一个艺术为基础 但是从艺术跨界 衍生出去的一个服饰啦 或者是设计类 或者是时尚类的品牌 意思就是说 在伊朗里面 我们去欣赏看的东西 现在你可以把它带回家 是的 然后很重要是 可能可以穿在身上 穿在身上 对 或者是拿在手上 是 所以叫做 X by Blue Rider 对 因为Blue Rider是我们艺术的名字 那它本 我们本身是 主要是耕耘这个 西方的当代艺术家 在亚洲 包括台湾 等等的市场 那 X by Blue Rider 它是一个商店型 目前是一个商店型的形态 那跟这个画廊的Fine Art 是有所区隔的 对 所以因为X本身是一个 无限 未知 那X富人就充满了想象 所以X Blue Rider 就是你刚刚讲的 对 它是一个蛮有 创意跟实验精神的品牌 所以是无限 未知 甚至它也有代表 跨界合作 还有希望目标 等等的意思 所以你很快的 从无到有 把这个Blue Rider 这个 伊朗 特别是现代的 当代的世界上的作品 引进台湾嘛 对不对 是 然后在一年以前 又开发了这个是 艺术家 他们所设计的作品 转化为商品 是的 那这边的作家 全部都是国外的作家吗 有国内的作家吗 目前来讲 我们都是以我们代理的艺术家 为合作的基础 因为这个合作 其实它本身是完全一个全新的概念的东西 那艺术家他们也需要时间去适应这样的概念 去了解真正你们在做什么 因为他也不希望像一般的艺术商品一样 把他的艺术品给做廉价了 所以他们也很希望就说 他们也很需要看见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因而产生互信 然后愿意交给我们来执行这件事 那目前都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在台湾 利用台湾的这个精湛的工艺的这个特色 所以是一个国外设计 加上台湾的这样子的概念来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薇薇 她这个是摄影家出身 不敢不敢 那你当时在做 这个Blue Rider 做这个contemporary的这个gallery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跟设计师 艺术家合作来生产这样的一些实体的产品吗 当初并没有说一个很具体的想法 只是觉得说艺术市场 它基本上其实是呈现一个爆炸性的时代 因为艺术家很多 然后艺术品也展出很多 你看看台湾有多少的艺博会 然后有多少的艺术品在展出 那就觉得艺术品不再高高挂在那里 或者是它是一个需要很高门槛 你可以收藏的东西 如果它可以更生活化 让一般人也可以享受这个艺术之美的话 那何乐不为 所以我们在经过大概两三年的 这个主要是艺术品的经营 收藏的经营之后 后来觉得也许有很大多数的 一般的喜欢艺术的人 他们也可以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的 Naomi的这个作品 那她的一幅平面的作品 可能都要二十几万以上 那这个需要一点门槛 所以如果只是她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 或者商品的话 然后由她本人设计 那这设计感是来自她的创作的概念的话 其实你也等于把一件她的作品带在身上 那那个价位是比较走 大家可以这个affordable 就是可以负担的这个价位 大概一件几千块的这样的价位 最重要的是这个你们让这个艺术家 他们他跟这个社会对话交流 沟通的这个平台增加了很多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也觉得他们 起先起先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或合作的时候 其实艺术家都有一点担心 有点害怕 后来发现 他们看到我们东西慢慢出来了 然后也看到市场的反应都是 不像是说 她之前想象的 好像变成普通的T恤啊等等的 所以他们也越来越乐意 甚至自己非常花很多的时间 比方说她在展览 我还没开口跟她讲这件事情 她自己已经画了好几个图出来 这些艺术家 他比方他是这个绘画嘛 等他这个艺术创作者 那他对于这个怎么样展现在实体的衣服上 或说生活用品上面 那你还要找另外一些人去设计吗 基本上我们是有做打样或是打版 我们自己也有设计师 那我们的设计师比较在于 就是说如何把艺术 他做出来的东西跟实体或布料的结合 因为这方面艺术家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精力来做这件事 那他们仅仅只是在设计面的部分 那事实上他们的设计的能力 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 他想象力更丰富 当然艺术他设计出来的衣服跟时尚是不一样的 因为时尚是要追求这个春夏秋冬的流行 但是艺术服他出来了以后 因为是他的创作概念 是他的标志 对他的标志 他的精神 所以比方说X光大师那个Nick Vinci 然后他的X光 我们看过他的作品 对对对 他的X光展现透视的这个角度 放在衣服上的话 你就会觉得他很酷 然后那又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说你穿着一件透视的 有图案透视的这个衣服 那就是他不但是衣服 他还有实用的空间 他还有给你艺术带来的这个想象空间 而且这个说不定也是一个穿着者 拥有着他的一个心灵 或是某种心态的一种反射 对对对 那这个Art Market X by Blue Rider的地点 其实就在那个好多设计师的那一家 那条街吗 那就是在那个复兴小学 对对 对啊那边不是好多设计师吗 这个夏姿啊 陈清明啊 文景珠啊 什么都在那边啊 蛮文创的一个地方 也在你们的艺朗旁边啊 就在艺朗大概五分钟的walk 所以它是一个customerized的这个产品 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做好的一些产品 它其实是基本上因为都是艺术性很强的东西 所以它是有限量的 每一个设计都有限量 可能限量个99件啊100件 每一个不一样 大家要去抢购呢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在你们的Blue Rider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Blue Rider的创办人 王威威小姐 他的艺朗成立了大概三年左右 就另外又有一个ex by Blue Rider 这是把艺术家 带这些合作的艺术家 他们的创作的作品 他们的艺术创作 把它放到衣服上面 或是放到一些设计品上面 那这个结合大概 还是台湾的艺术的第一次吧 应该好像我没有听过别的艺术 你就太客气了 就是你把创新创意这个实践了嘛 那我的意思是 讲到说客制化 是以后呢 我到你们的艺术去看到什么一个话 就这个好棒 我想要 当然可能他要出得起钱 恭喜威威 ex by Blue Rider 创业也快 开业也快满一年了嘛 对已经满一年了 这叫做art market 这个我们这个商店呢 初期是以商店的形式 那未来我们还有网站的电商 希望也可以把这样的品牌 推向国外 那这个商店的话 它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每两个月 会办一个策展 就是有一点 在店里办策展 在店里办策展 所以每两个月就会改一下 店装 然后以这个策展的主题 所以别人这个店本身 就是一个展示的 这个装置空间了 对 也是展示 也是可以买东西 也是可以逛 然后 art market是这一档的特色 对 就是ex provider里面的 这一档的特色 art market 但是它的这个其他的都是限量产品 那消费者的反应是如何的 台湾的这个市场 你怎么来看待 我们还要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非常谢谢 这个王薇薇小姐 非常知名的摄影家 她自己开创了她的事业 然后四年以来 我们看到她更年轻 而且她更有艺术家 就是一个gallery的 女性的负责人的这个样貌 很有意思 我要coco早餐节目 不开不开 时间是7点48分54秒 转眼不见 我们的coco早餐节目的studio 从10楼搬到1楼 变成大了大概有一半以上 所以转眼不见 我们的这个blue rider一郎 也从这个一郎 有增加了一家实体的 ex blue rider的 你们这个叫做实体 设计产品店面 对 就是艺术商品店面 艺术商品 她好前进哦 这个薇薇 薇薇把她所 你就做经纪人的 现代艺术家 对 他们的作品 对 把它变成商品 对 第一件是什么 第一件就是 林波尔 Ring Boyer 美国这个文青文化的艺术家 然后他画了五幅画作 那专门是为了我们这个 开幕而画的 画一些 目前在全世界比较知名的 这个fashion icon 就时尚代表人物 然后他画成画作以后 我们再把它转化成 可以带的别针啦 可以穿的衣服啦 等等 所以这个 这个别针也是你们的产品啊 对对对 好好好 这个别针是 这位 Ring Boyer 很时尚的 Ring Boyer 这个别针就是 因为他画是 时尚的标 标杆人物 那这个别针是 就是美国最会被形容为 最会穿衣服的老男人 叫尼克大叔 所以他画尼克大叔 有他的神韵 还有他穿衣服的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 尼克大叔 就把它变成一个别针 对对对 那变成别针 这是你们的团队的建议 还是林波尔自己的建议 因为那时候是刚开始 是我们团队把它转化成别针的 是 像这样的 这个把 几乎这些画家 他们可能一开始 不是想把自己的产品 变成变成商品 对不对 那在其他国家 有这种趋势吗 我想在比较 通常是在比较前 前卫的地方 比方说在美国 他们比较会去 有这些衍生的东西出来 其他的地方 比较没有那么专一的 在做这件事情 这要指个非常的 品牌感要很强嘛 然后他的设计感要很强 这是我想到那个 你看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 别针 那别上来之后 恐怕就是懂时尚的 就会晓得 哎 你这人这个 这个尼克大叔 对对对对 像那个卡拉克菲 对 就是 雄奈尔的这个 设计师 他那个设计出来的 那个小吊饰 有没有那个毛毛 我自己看实在不太好看 可是他都要300块 美金以上 因为他是知名人 是不是 很多人就以那个 放在一个包包上 或者怎样 有点疗愈系统 所以他这个 你们的这个 Explorator的意思 也就是让这些 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在 产生在一个 商品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个 对于艺术家来讲 会不会有 有些某些冲击的 会会会 所以他们有 他未来的创作 搞不好还有 更不一样的一些 这个想法 对对对 他等于是把 一个平面东西 转化成一个 立体的东西 那变立体东西的时候 那个平管很重要 对 其实我们都可以说 创意有多少的 发想 什么什么结合 都可以讲的 很很美化 或者是很有 在文字上 你可以表达的很好 但是重点是 还是要看 你做出来的东西 跟你讲出来的 写出来的文字 是不是有这样的质感 即使你今天 不讲话的话 你的东西 还有这样的质感 是啊 就是我们以后 在艺朗里面 看到的作品 然后再转一个角到 这个大安禄 艺朗是在 仁安禄斯坦上面 然后我在下楼 转到角落上去 看大安禄 这个他就有商品 在那边了 对 这个对很多的 观赏者来讲 他也是某种创意的 这种触动 是不是 对 其实你要把它 转化成日常 日常用品 跟这个可以穿戴的东西 其实是比艺术 创作更困难的 对 对 他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很困难的 这个掌握的过程 就是你们的团队 对 就是我们团队的 这个能力吧 那你今天有戴一件 这个衬衫 对不对 你们总共现在出了 多少产品了 我们已经有了 因为一位艺术家合作 我们就是 Blue Ride的 XX 这个Cross 比方说 Rin Boyer 或是 Nick Vinci 所以现在大概有四五个 艺术家的东西出来 艺术家已经合作了 对 所以未来的计划呢 就是持续的做下去 像这一件衬衫 它是在袖口上面 把它的这个 画作放在上面 对 你们在做这个创意的时候 是要跟它沟通 然后这个衬衫的材质 它的衬衫的其他的设计 是由你们团队来负责 设计是它的发想 也是它的方向 但是我们本身也有设计 打板打样师 所以我们会在 因为它 它的艺术创作 它是制作人 它不需要我们帮它来制作 可是当它转化成商品的时候 对于商品 资料的掌握啦 打样的过程 这些我们可能比它更熟悉 所以这个部分 是我们需要跟它一起 work out的 最重要的是 一个微微的几个 Blue Ride的艺朗 跟这些艺术家的合作 的商品化 是Made in Taiwan 这是你的坚持吗 是的 Made in Taiwan 有哪些优势 有哪些这个 可能要克服的困难 基本上就是说 Made in Taiwan 我们是取 非常台湾 非常精湛的工艺 因为事实上在做之前 我也考察了很多 国外的品牌 的服饰的品牌 发现 那我会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台湾的工艺 其实是非常好的 对 非常恭喜 Explorator的负责人 薇薇 大安路上 大家可以去 Art Market 谢谢 谢谢 准备